绚丽的跨年烟火释放 伴随着梁靖茹的暖暖配乐 以及传笛的声音 所有人都沉浸在如梦似幻爱的氛围里 挥别2023年 基东市政府特地在12月31号跨年夜 规划爱在基东跨年烟火秀 基东市长谢国良特地带着太太和女儿小爱 以及多位市政府一级主管 一起到现场关心整个跨年烟火秀的进行 副市长邱佩玲表示 这是市政府第一次规划长达360秒 跨年烟火秀伴随梁靖茹的暖暖歌曲 以及基东港区船只的传递声来进行跨年活动 希望带给市民朋友们前所未有的感受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这是第一年市政府这样做 总共是有360秒 一共是5000发的烟火 同时搭配基隆最有特色的大船的鸣笛 还有烟火秀 还有灯光秀 我想基隆市民从来没有感受 现场现在听说已经有13000个人 那刚才观光局告诉我说 最多会到2万个人 我想把所有台湾最好的美 最棒的带来基隆 是新团队在做的 祝基隆市民在新的一年 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由于天工作美天气良好 晚上11点以前 在基隆港边国门广场周遭 就已经吸引许多民众 前来准备欣赏跨年烟火施放 特别是市政府在港边铺设的人工草皮 更是成为大小朋友 全家人提早入席坐着 欣赏烟火的好地点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市长谢国良问候大家 民众对于市政府铺设人工草皮 这项政策也非常肯定 市政府官销处从下午5点开始 也在国门广场设置市集 加上全台最大裸室3D荧幕上 重现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的演出 以及投射灯光和雷射秀 一直到跨年烟火施放 市政府估计大约吸引了3万5千人 一起在基隆港区周遭 欣赏跨年烟火秀 享受充满爱的氛围 一起开心地迎接2024年的到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对自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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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